相信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看到大货车 那么如果了解大货车司机生活的人知道 大货车跑长途总喜欢带个女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看完真心酸 第一 大货车司机的特殊性 其实有些时候不是大货车司机要带女人出门 而是女人自己想跟来的 大货车司机长期在外面跑 见的东西也多 有些女人在家里不放心 于是就跟着一起跑车 还有的就是大货车司机自己要求女人跟着一起跑的 在外面沾花惹槽毕竟不是个事 还容易东窗事发 还是带个人在旁管着自己好 第二 大货车工作的辛苦 一般来说 货车司机经常在外地跑 而且开车时间很长 有个人唠嗑的话 工作做起来也没那么烦躁 而且自己的老婆肯定会体贴自己 可以为自己做一些开车之外的事情 让司机有更多的时间休息 甚至有些厉害的老婆也会开大货车 力量俩人一起跑车也能减小货车司机的工作强度 第三 对于家庭的照顾 这个其实是忍者见人 知者见智的 有些人认为跑车危险 把老婆留在家里才是照顾家庭的表现 但是有些人却觉得 两夫妻长时间异地反而不能很好地照顾家庭 而且在不少国人的观念里 孩子是爱情的意外 所以孩子可以留少 但是老婆不能 所以就带上一起跑车背 大不了开车开慢一点 货车司机的辛苦我们都知道 然而每行每夜都不是很轻松的 尤其是在目前这种经济状态之下 所有人活得都比较吃力 但是能够活得开心 活得有尊严 就是值得的 希望世界每一位辛勤工作的人 都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是更兴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